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可以看到屋内窗户不断冒出阵阵黑烟 农烟直窜天际波及到附近住家 场面十分吓人 消防人员赶紧布下水线全力抢救 拿着手电筒确认现场状况忙进忙出 努力扑灭火势 高雄林雅去永乐街 17号凌晨4点50分左右 一处民宅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发生火灾 由于现场浓烟真的太大 不仅民众都受不了 赶紧出来查看 消防人员获报后赶紧到场救火 共出动40名人员 根据了解屋主约50多岁 轻微呛伤 火警后自行逃出 消防人员赶紧将他送医治疗 详细提问原因和伤者送医状况 还有待调查理清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古播